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妈对我这么好 做人不能忘本啊 我怎么会忘了咱妈的生日 你啊 就一直好嘴 那还要看你怎么做 这你就误会我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吗 我刚才就是去酒店听餐去了 顺便给妈买个包做礼物 蛋糕我也买好了 全部都放在车上的 这还差不多 你知道我妈嘴可挑了 你都点了什么菜呢 你放心吧 都是妈最爱吃的菜 那我就放心了 我去收拾一下 等会儿就出发 好 谁啊 小伟 哥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啊 你赶紧说 我还有事呢 我等一下要出去 小伟 今天妈过生 我是来叫你回家陪你妈过生的 她说你好久没回去了 她想你了 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 妈过生 你回去不就可以了吗 你可以就好了 你快回去吧 我还有事 小伟 你都两年没回去了 你平时也没个电话 妈确实很想你的 她现在年纪已经大了 身体也没有一切好了 你有时间就多回去看看她吧 而且今天是她生日了 她跟我说 她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行啦行啦 我知道了 用不着你在这跟我说 再说了 红烧排骨在哪里吃不到啊 我真的有事 你快走吧 小伟 你还有良心吗 从小到大 妈最疼的就是你 跟你吃 跟你穿 跟你上大学 见人就说 你是她的骄傲 可是你现在却嫌弃她 你就是这样报答的吗 我就问你 今天是去还是不去 去啊 当然也要去啊 小野 你不会因为我妈过生日 就把你妈给忘了吧 她可是你亲生的妈妈 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是不给你妈过生日的话 不仅妈不会原谅你 哥不会原谅你 就连我也不会原谅你 弟妹 对不起 我今天也不知道你妈过生日 我妈在家看着我弟跟你呢 对啊 咱妈不是爱过生吗 我不是怕耽误吗 小伟 我妈是妈 你妈就不是妈了吗 我跟你说啊 这样吧 以后每年的今天 我们把两个妈接到一块过生日 你哥哥 开车去把咱妈接过来 我去我妈那 把我妈接过来 行 弟妹 能这样 那总是太好了 我弟弟啊 总是觉得好老婆 谢谢你 老婆 快去吧 等会 我们在饭店见 开车去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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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